所以要呼吁各位菩萨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的摄影机器材 电脑配备卫星设备 那么用现今的设备 来弘扬佛陀慈悲的教法 感恩各位的护持 各位要多关心 阿弥陀佛 护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的眼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佛教的无常观 我们会明白 很多事情虽然美好 但不会持久 很多时候虽然痛苦 但终究会过去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hrough the view of impermanence in Buddhism we will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although beautiful will not last long there are many times when although painful things eventually become past we will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are in the futu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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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法无常 我的生命和宝贵的人生也同样无常 所以一定要利用这短暂无常的狭满人生精进修行 绝不找借口懒怀脱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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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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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